本段片尾观以后的重点心得可能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先了解电影背景的无雷介绍可有上面的连接进入 漫长的银河星际旅程中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中途醒过来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故事发生在一艘银河漫游的新舰艾瓦隆号 搭乘包括机组人员共5259名乘客 预计经过120年的休眠航程之后 将会抵达一个叫第二家园的殖民星球 科里斯普雷特饰演吉姆·普斯顿 是一名机械技师 新建飞行的30年之后遭遇到隕石的攻击 造成他的休眠舱护杖 吉姆因此提早了90年醒过来 他独自一个人在庞大的星舰里度过了一年 虽然有麦克星饰演的酒保机器人亚瑟的陪伴 但是还是感到相当的寂寞 直到他在另一个休眠舱看到 真理佛劳伦斯所饰演的欧罗拉·兰恩 经过不断的内心煎熬之后 吉姆决定动手脚将欧罗拉也叫醒 电影下的不仅单地实现了一艘壮丽的星舰飞船 就为长距离长时间的太空旅行用途 艾尔伦号其实有相当多豪华新颖的设计 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艾尔伦号的构造与设施 从外观看起来的话 最左边尖端的是星舰的最前端 是一个防护盾的构造 可防止衣物袭击星舰 左边端的环转区域为基主圆环 最右侧则是星舰的末端动力推进器 如果以左边为星舰前进的方向来看 星舰的外侧环绕着三个扇形螺旋构造 是三个活动分区 会围绕着中心轴线运转 是一般旅客可以通行到达生活所需的活动空间 像是一号活动区主要是住所、培训室与一般生活空间 休眠舱与客房主要是分布于此 二号活动区包括中央大厅各式各样的餐厅 酒保、亚瑟服务的酒吧 以及各式各样的娱乐设施 三号活动区则是货物与储存室的空间 前侧电梯景是各活动区相互联系的电梯通道 基主圆环为星舰基主人员的工作生活区 基主人员的休眠舱也是安置于此 并且有铜墙铁壁防止有人蓄意破坏 危及基主人员的生命安全 前方观景台可以观看美丽的星空夜景 这里是主角观赏大决心的地方 补充说明 大决心是一颗红巨星 是木枯座里面最明亮的恒星 游泳池是欧罗拉经常游泳的地方 客舱气杂可在此穿着太空衣 到外面体验太空漫步的乐趣 工程区段是包括反应鲁壁控制室的所在 星舰受损的部位就是在此 推进器则是星舰前进运行的动力所在 虽然整个星期有相当多的先进设备 无余的饮食生活所去无凭 啊但是相当夸张的 却是没有休眠舱故障的备用方案 电影的前半段 虽然伴随着星际旅行的寂寞无聊 但是剧情却相当的风趣幽默 克里斯、珍妮佛与迈克的表现都相当的称职 即使只有三个角色 然而三个人的对白都相当的机智有趣 一点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无聊 尤其是酒保安慰缓冲的身份 是整趟旅程相当关键的存在 电影中呈现星际旅行的壮阔场景 各种惊险的冒险桥段 也是视觉与听觉感官的一大享受 而最后三分之一的故事 集中在抢救星舰的过程 更是将整部电影带到最高潮 同时也呼应出吉姆与欧罗拉两人真情的可贵 除了电影的剧情之外 故事里面的名称设定似乎也略带玄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像是所搭乘的星舰名为艾瓦隆号 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亚瑟王的传说 象征着来世神秘极乐仙境 而酒保的名字便是与亚瑟王同名 女主角欧罗拉的名字 是来自于睡美人童话故事里的欧罗拉公主 而欧罗拉也代表是曙光的意思 当吉姆遇到欧罗拉时有象征他无望的人生 等到了一线曙光的意义 而吉姆唤醒的欧罗拉也象征王子 唤醒的睡美人 而吉姆在大厅中下的是一颗橡树 象征着荣耀、长寿、强壮与不屈不饶的精神 是西方视为相当神圣的树种 总过来说 其实整部电影相当具有预言的含义 像是吉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叫醒欧罗拉 因为叫醒睡美人之后 等于是扼杀了别人已经规划好的人生 而欧罗拉发现真相之后 原本也是相当气愤 吉姆毁了她的一生 但是似乎是命中注定好的团队 更何况两个人是相爱的 如果没有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 其实也没有办法修理好星剑 整段旅程其实也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的 就像亚瑟所说过的 要活在当下 即使是星剑抵达目的地 吉姆与欧罗拉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两个人所留下的足迹 还是会像巨大的像素一样 精神持续延续下去的 虽然说有影评只说这部片的剧情有些老套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说法太过严苛了 也许是现在越来越多推心出奇 关于太空、星际的电影 大家的胃口都被养大了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综合了科幻、太空、冒险与爱情 由各层面来看 虽然不至于是经典史诗集的剧作 不过还是一部相当好看的电影 至少对于克里斯、普瑞特与珍妮夫、劳伦斯的影迷来说 光是看他们两个全场跑来跑去的 就相当值回票价了 是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 就这样咯 拜